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小巧而且便于鞋带 我使用的这个37公分的电控滑轨可以直接装在包里带走 之前传统的滑轨通常是双轨的结构而且体积比较大 鞋带都成问题就更不用说外出一个人使用了 非常的麻烦 但薯条滑轨属于一体式设计 包括电机在内的很多部分都整合在滑轨的内部 设计非常的精简 滑轨的顶部是装在云台的滑框 上面装在三分之三英寸的螺丝 滑轨底部的两端和中间都具有四分之一英寸和八分之三英寸 两种规格的螺口可以很自由的安装其他支架 你可以把滑轨安装在三脚架上也可以安装在随机附赠两个简易支架上 并且滑轨除了可以用交流电供电以外还可以外接锂电池或者充电宝供电 在滑轨的侧面接入锂电池然后用绑带把电池绑好就可以了 滑轨的承重和电机的动力不用担心主流的相机和镜头都可以使用 而且滑轨还可以倾斜一定角度来完成一些特殊的运镜和构图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除了以上的这些属性以外 我认为薯条滑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用手机APP来控制 对 没错 通过蓝牙让手机和滑轨连接 然后打开手机APP 你就可以看到滑轨的两大功能 视频拍摄功能和严实拍摄功能 视频拍摄很好理解 你把相机装在滑轨上 通过APP就可以控制相机运动的方向运动的速度 甚至还可以进行循环的移动 来拍摄出顺滑的画面 通常用于镜屋的特写或者视频的转场 那另一个严实拍摄功能就更有意思了 如果你用单反或者微单这种相机 无论它是否内置具有严实拍摄功能 你只要使用随机附赠的快门线 将相机和滑轨连接 然后通过手机APP 就可以控制延时拍摄的间隔时间 每次的不长和一共拍摄多少张数 以及运动的方向等等等等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移动延时的创作了 你根本不需要购买相机的什么定时快门线 这就解决了很多老相机没有延时拍摄功能 而没法创作延时摄影的这些问题 而且不光是单反微单这种相机 你使用卡片机啊 运动相机啊 手机啊 都可以通过滑轨来拍摄一个移动延时的创作 那你以为说到这就结束了吗 如果你之前购买过 具有延时功能的电子三轴稳定器 那你可以把电子稳定器和滑轨连接在一起 然后用手机APP 分别控制电子稳定器的自转和滑轨的移动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具有强视差效果的移动延时摄影 除了相机自己移动以外 它本身还自转 那这个画面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电子设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才是这些设备最大的魅力所在 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有没有启发到各位 那说了这么多 在这里总结一下 如果你也是经常喜欢一个人外出拍摄 或者在做自媒体的深爱好者 那千元左右这个价位上 薯条电锅滑轨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OK那这就是我介绍的 来自洋葱工厂的chips薯条电锅滑轨 怎么样了解一下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节目 可以点赞或者转发 如果对这期介绍的产品感兴趣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OK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梁思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